古代将军若谋反 为何士兵也会随之起义 不惧被诸九族 在古代皇帝代表国家的最高权威 其权势无可匹敌 因为军权神兽观念根深蒂固 故反叛皇权被视为最严重的罪行 可能导致诸杀九族 然而 古代历史中存在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一旦将军谋反 士兵常会追随 究竟是为何呢 他们也抑郁对抗皇权吗 不怕拖累家人吗 首先 这与信息不对称有关 在古代皇帝地位稳固 公然反对皇权相当于对国家的叛逆 将遭到一羽法律指责 一般而言 先有人愿承担如此风险 这意味着 反叛的官员和将领 将失去大部分支持者 这将使得权势者难以得到新的拥护者 武将们也将面临难以调动军队 和获得物资供应的困境 因此 古代将军常常会编造华丽的借口 来发动叛乱 文臣们通常通过善让的方式发动政变 借口可能是称帝者身体或品德有问题 最终选择退位 曹丕 司马延 杨坚等人都采用过这种策略 在接受善让前 他们会多次推辞 以表明自己并不渴皇位 一直是忠诚的臣子 他们承担如此重要的责任 完全是为了百姓和国家 至于武将们起兵的原因 多以清军策为借口 声称要解救皇帝身边的奸臣 在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中 诸侯高喊 诸朝措 清军策的口号 然而即使朝措被处决 诸侯们仍然不罢休 冬季时期 王敦以讨伐奸臣刘奎为借口起兵 然而攻占都城后却留了下来 士兵对将军的计划了解有多少呢 古代将军谋反 士兵为何心甘情愿随之而去送死 古代的士兵多为农民 文化水平不高 许多人甚至不识几个字 古代信息传递缓慢 无手机通讯 这正好为将军欺骗士兵提供了机会 如果将军直言谋反 几乎没有士兵会跟随 但若打着清军策旗号行动 士兵会认为是为了拯救皇帝 与谋反无关 在古代 无论是军队还是现代 听从命令是士兵们的首要任务 因此 他们绝对服从将领的指挥 通常 他们对具体任务一无所知 只能依赖将军的指示 任何犹豫或违抗命令 都会遭受严惩 甚至出以死刑 因此 当将领被击败时 士兵们通常会投降 战争往往发生在户外 士兵难免与敌人或平民接触 尽管文化水平有限 但他们能听懂言语 渐渐的 他们会意识到 参与的战斗 其实是一场叛乱 与拯救皇帝无关 然而 有人会告诉他们 既然已经加入叛乱 想要脱身已不可能 皇帝也不会饶恕他们 通过惩罚一些不服从命令的士兵 往往能迅速让其他犹豫的士兵跟随 走上这条不归路 为什么古代会出现 士兵明知风险 却跟随将军谋反的情况呢 因为成功的叛乱 可能让他们成为功臣 这对许多渴望功名利禄的人来说 是极具吸引力的机会 对于无背景且贫困的士兵来说 这是一次珍贵的机遇 成功的叛乱 可提升他们的地位 有些甚至可能成为 著名将领和功臣 即使不能晋升高位 他们的待遇也会有所改善 参与叛乱的士兵人数通常庞大 即便叛乱失败 统治者也往往不会对这些士兵 采取严厉措施 以维护稳定 即使有惩罚 也不会大规模展开 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 也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 失败后通常只会惩罚武将 例如 在三国时期 刘表去世后 整个荆州的50万军队纷纷投降 曹操仅处决了几名首领 因此 士兵们在这种观点下并不害怕 战斗不过是家常典范 才有机会成功 此外 在叛乱开始之前 将军通常会向士兵们保证 只要任务完成 他们将得到丰厚奖励 但在任务完成之前 如何安抚士兵呢 首先 应当发放士兵应得的军饷 如果军饷不足怎么办呢 实际上 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 为了激发士兵的积极性 将军们通常在攻占城之后 会放任士兵进行抢夺 这样一来 士兵们在叛乱前就会有动力 毕竟一旦进城 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抢夺 历史上 无论是安部山的叛乱 还是后来的李自成的叛乱 情况都大致相同 这种非常规的奖励方式 通常能够激发叛军的时期